哦真的股市跌跌跌物价涨涨涨搞得大家心好慌 经济部工业局今天下午呢 邀请面粉糖果饼干罐头饮料业一共八大工会的代表来开会 希望能够道德的劝说业者是不是暂时先别一口气都这样涨起价来了 现场连线给记者林小凡带我们来关心小凡 好的主播一开车呢物价就是频频的飙涨 今天下午经济部工业局约谈了八大工会的业者 像是面粉啊糖果饼干还有饮料的业者来开会 主要是希望透过道德劝说的方式来让业者暂时不要调涨商品的价格 共体时间我们来听听他们怎么说 在合理的经营利润之下合理的价格不要随意哄抬价格 这个也是今天另外第二个议题要谈的 那事实上呢因为是整个国际原料在涨嘛 所以我们可以做的实在是相当的少 已经有十年左右几乎都没有赚钱 那对员工啊对股东也都很难交代 那我们毕竟跟国营事业不一样 所以还是要请大家谅解 部外局表示现在行政院已经通过二次关税的调降 希望业者能够配合暂时不要调涨商品的价格 不过业者表示原物料上涨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最近一年多呢他们都在自行吸收成本 现在就算调降关税对业者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帮助并不大 业者表示会尽量配合政府 但是一直动涨 对他们来说也真的很为难 以上就是现场的阴晴行把镜头叫不美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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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